哈喽大家好我是MaoNin 我们家里的这个冰箱啊 用的时间越久呢 里面就会结一层厚厚的冰 接下来我打开这个冰箱给大家看一下 冰箱里面的冰霜太多 有时候我们去隔层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困难 上面呢这层厚厚的冰 还会增大冰箱的耗电量 冰箱里面冰霜太多 我们千万不要用锐气去敲 今天呢MaoNin给大家带来一个小描招 轻轻松松就能让冰块自己融化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呢我们需要将电源断掉 将这些隔层一一取出 准备一块干毛巾 将干毛巾垫在冰箱隔层的最底层 准备一个小盆子 然后呢放入冰箱隔层的最底层 往里面加入热水 热水的蒸汽呢能够帮助冰块融化 盆子放进去以后 关上冰箱门静置10分钟 好了现在呢10分钟过去了 我们打开冰箱门来看一下 现在呢上面一点冰都没有了 并且呢掉下来很多这种冰沙 全部都自己掉下来了 冰面上呢也一点冰都没有 并且一直在滴水 所有的冰呢都全部融化掉了 最后再将盆子测掉 毛巾拿掉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上面呢非常多的冰都融化下来了 效果非常的棒 我们还可以用这块毛巾 将上面多余的水汁擦拭掉 最后呢我们再将隔层装上 将这个擦头擦上 那么整个除冰的过程呢就完成了 冰箱结冰不要用铲子铲 我们用这个方法呢10分钟冰块自动掉下来 大家觉得这个妙招怎么样呢 我是猫妮想了解更多新鲜有趣的小妙招 欢迎在评论下方顺手点一个关注吧